如果有一天你身边自亲的人变得陌生 你会不会感到害怕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悬疑恐怖电影 地面自动 女主离婚后带着儿子搬到乡下开始新的生活 女主正开着车 路中间突然出现一个老太太 女主为了避开老太太后视经都刮掉了 女主下车询问老太太有没有受伤 老太太直愣愣地站着路中间 一言不发 完全不理会女主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车上的儿子小白 女主见老太太没啥事就上车离开了 来到新家之后 女主打算给新家重新换个墙子 儿子小白像大多数小孩一样 一点都不让妈妈手心 每天都不好好吃饭 还跳死就是不吃姿势 为了哄儿子吃饭 女主走到儿子身边 跟他做半鬼脸的游戏 那是他俩的约定 妈妈赢了 小白只能按照游戏规则多乖吃饭 有一天 女主没按照小白的要求把蜘蛛才死 直到小白一个不高兴 直接往树林深处跑去 妈妈紧随其后 但还是没能追上老子小白 女主在树林到处转又寻找儿子 实际上却发现了树林里 有个巨大的沼泽洞 女主盯着眼前的沼泽洞 觉得不可思议 儿子小白就在后面叫出妈妈 女主赶紧过去抱住儿子 两个人病逝前嫌 女主赶紧带着小白离开了树林 这天 女主要求朋友到自己家吃饭 做完开始讨论起 镇上一个奇怪的老太太 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被调包了 在儿子上课的时候 冲进教室捣乱 所有人都认为老太太疯了 把她送到封人院治疗 但是几个月之后 老太太就开车把治疗儿子给撞死了 女主一听 这不是那天栏台车的老太太吗 一天晚上 女主在睡觉的时候被响伤惊醒 她发现儿子不见了 到处都没有找到儿子 她甚至还跑到树林深处去找儿子 还是没有找到小白 女主赶紧跑回家里 报警趁自己儿子失踪了 认为有人把儿子掳走了 住在这时 儿子出现在房子里 就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房子一样 到了第二天 女主在整首看医生 医生认为是她离婚后精神有点差 就给女主开了几个星期的药 让她服用 儿子小白见妈妈生病之后 开始变得懂事听话 不但给妈妈送花 还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新朋友 要知道小白之前是很不合群的 有一天 女主借儿子放学回家的路上 那个疯癫的老太太 再次拦住了女主他们的去处 还穿过来拍打车窗 嘴里还一直说着 他不是你的儿子 甚至疯狂到用脑袋装置车窗 女主被吓了一大跳 赶紧开车离开 老太太的丈夫见状上前自责了她 到了第二天 女主再次开车经过那座桥的时候 她发现了死在院子里的老太太 其中特别恐怖 身体留在外面 头被埋在土里 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 警察按照惯例让女主入了口供 女主看到一旁的儿子正在跟警察掰手腕 但是那么小点的小屁孩 完全不输给大人 一旁的女主开始觉得儿子很奇怪 女主到邻居家参加老太太的葬礼 在葬礼上老太太的丈夫跟女主提到了她们的儿子 照片上小男孩缺了一颗门牙 一次城堡的过程中 女主在树林中捡到了儿子小白最喜欢的玩具 联想到之前的种种 女主回到家之后 询问儿子有没有去过树林 小白当然是第一时间否认 这儿子不承认 女主拿出了树林里捡到的玩具 质问儿子 只是想要儿子不要撒谎 但小白直接把村庄推向女主 两人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小白赶紧道歉 然后心虚地离开了客厅 女主越想越不对劲 晚上的时候直接趴在儿子房间门外监视小白 谁知道却看见了医生害怕蜘蛛的儿子 不但敢抓蜘蛛 还把抓来的蜘蛛吃掉了 女主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离开的时候差点被小白发现 第二天一早 女主做了件事带小白去看医生 医生告诉女主有可能是夫妻俩突然离婚 突然的变故才会导致小白患上一时屁 但是女主越想越觉得儿子不对劲 就偷偷在小白的房间里架好摄像机 以此来拍摄儿子的异样 为了不让自己的观察出现问题 女主还特意停了医生给自己开的安眠药 谁知道当晚就做了噩梦 梦见儿子扣自己受伤的脑门 第二天 女主去学校观看儿子的演出 儿子他们唱的歌居然是关于树莲里的沼泽洞 女主发现台上的儿子又看又诡异 没等节目表演完 女主就冲出了演播厅 一见到自己的朋友就跟对方说 他不是我的儿子 朋友被女主的表现吓到了 二后女主直接丢下儿子跑回家里 当他查看摄像机的时候 被里面的内容惊呆了 女主赶紧跑到邻居家里 把摄像机的内容给老头看 老头完全不接受女主的说辞 还生气的砸坏了手中的摄像机 因为他没办法接受 自己认为疯癫的妻子居然是对的 为了再一次验证自己的猜测 女主找到儿子 跟他玩半鬼脸的游戏 直到小白一脸懵逼完全听不懂 女主确信了眼前的小白不是自己的儿子 女主直接把自己的结论说了出来 被恰恰的小白挠出城路 直接把女主碰揍了一顿 随后把女主拖到树林深处 挖了一个大坑 把女主的头埋进土里 这熟悉的杀人手法 一看就知道邻居老太太也是被他杀的 据得大家以为女主必死无疑的时候 之前女主悄悄给小白吃的安眠药 就在这时起了作用 小白晕了过去 女主得以逃过一劫 她把晕倒的小白拖回地下室 用镜子一照 女主把妈拍小白关进地下室 赶紧跑去树林里 那个巨大的沼泽洞里找儿子 谁知道却被沼泽洞吞了进去 奇怪的是女主并没有死 她发现沼泽洞深处别有洞天 里面便定是小孩的尸骸 其中有一具头骨缺了一颗门牙 这一看就知道是老太太真正的儿子 可惜她早已经遇害了 原来沼泽洞里有一种沼泽怪 专门杀害小孩变成他们的样子 替换他们过人类的生活 这一地的尸骨 不在这个小镇上 有多数小孩被沼泽洞踢风过 女主发现了一盆掩掩一丝的儿子 洞里到处是可怕的沼泽怪 女主赶紧抱着儿子逃离这里 一只沼泽怪步步紧逼 最后抓住了女主的手臂 当女主再次看上怪物的时候 发现对方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女主怎么会允许有人替代自己 抬腿就是重重一脚 影片最后 女主抱着儿子逃离了沼泽洞 烧毁了乡下的房子 离开了小镇 带着儿子搬回城市里住 但是女主因此患上了一心病 不但在家里摆满镜子 还无时不刻地观察儿子 有没有被怪物替换 真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 好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电影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见